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良品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女主播被外星人植物病毒 险些毁灭地球的故事 娜娜是个过了气的清纯女主播 每天去公司不是被老板嫌弃 就是被风头震惊的同事安然嘲讽 过的那叫一个憋屈 她没有安然的风情 也没有安然的身材 恨死了也没有用 然而有一天 她正坐在家里郁闷的时候 一个诡异的声音响起 还说自己是来自外太空的能量 可以帮娜娜达成梦想 超过所有人 当然也包括安然 娜娜没多想直接就同意了 第二天醒来后 娜娜还以为做了个梦 直到她发现自己真的拥有超能力 姑娘乐得不行 在去公司的路上 娜娜还遇到了一只纠缠她的粉丝小江 刚一进门就遇到了她最讨厌的女主播安然 两个人谁也不服输 相互嘲讽对方 小江拦住娜娜 避免两人再次发生冲突 晚上娜娜就在直播里施展了异能 瞬间变装秀 让娜娜吸引大量人气 把安然的人气全部抢走 她非常记恨 可是不知为何 在使用异能后 娜娜感觉非常疲惫 匆匆地下播了 第二天 娜娜和安然再次相遇 没有外人制止的情况下 两人在电梯里打了一架 可惜这也拦不住娜娜成为人气主播 就连老板一开始对娜娜另眼相看 准备重点培养她 安然躲在门外听到这个消息 更加生气了 于是她找到了娜娜的忠实粉丝小江 她知道小江的真实身份是平台巡警 还把自己监视娜娜的视频拿给小江看 她告诉小江 娜娜最近行为诡异 一定是被鬼附身了 小江根本不信 安然这一记不行 选择另外一个办法 匿名将娜娜约公园见面 她还找了一帮混混伺候娜娜 娜娜施展异能 将他们打倒在地 可是在使用异能后 娜娜再次虚拖倒地了 在一旁的小江 打晕了安然 就走了娜娜 等娜娜醒来后 小江询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娜娜将一切都告诉了小江 小江听后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将她搂在了怀里 然而此时 外星监控局的雷欧博士 也在为娜娜的事发愁 娜娜体能异能 其实是外星病毒 一旦病毒侵占了娜娜的意识 就会找到地球五维空间的漏洞 外星人就能趁机侵占地球 之后 小江去找了安然商量 怎么解决娜娜身体内的能量 安然想到了一个计划 告诉了小江 小江江信江疑 而娜娜这边 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疲惫 每次直播过后 小江找到了娜娜 还给她看了 最近她的很多粉丝都离其死亡 原来有很多人在看完娜娜的直播后 就自杀了 与此同时 雷博士找到了安然 希望他帮助自己 一起清除娜娜体内的能力 安然为了重新回到直播平台榜首的位置 自然答应了她 很快 安然带着雷博士的手下 想要带她回外星监视局 娜娜受体内病毒的影响 害怕被直接杀死 使用异能 摆脱了困境 可是娜娜体内的外星病毒 对她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 甚至要想让娜娜在咖啡馆 将所有人杀死 幸好 小江及时赶到 急忙把娜娜带回了家 可是 被病毒控制的娜娜 先是诱惑小江 然后将其打晕 醒来后的小江非常后悔 清醒了娜娜 两人因此吵架了 之后 小江回到了外星监控局 原来 小江一直是雷欧博士的秘密卧底 监视娜娜 一直是她的任务 博士发现 外星势力已经就在地球附近 意识到情况非常危急 立刻执行任务 等小江找到娜娜时 娜娜已经完全失控了 一边是最爱的人 一边是地球 小江此时 终于将一切告诉了娜娜 原来 每个机体出生后 身边都有一个机体猎人陪伴 只要机体发生突变 就会由猎人解决机体 可是 随着时间过去 猎人爱上了机体 可是为了大局 小江选择和娜娜 一起永远死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故事选自国产科幻电影 异能觉醒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全篇观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